京都赏英第五天 今天搭阿文尼优许去奈良 京都到奈良之间搭火车有几个选择 为什么要搭阿文尼优许呢 在2022年才启动 往返大阪京都奈良之间 只要多花730日币 就可以融入奈良时代的古典与尊贵 真的值得吗 跟我走一趟就知道 阿文阿文 后青春世界步 从皇家公园Tunless饭店的房间 清楚看到二条车站 这个位置交通真方便 今晚中奈良 我把行李机放在隔天的饭店 搭十一点的观光特级电车 阿文尼优许去奈良 上网订票的流程会在最后带你做一遍 阿文尼优许近战了 车厢的颜色和图案都很有代表性哦 等一下说给你听 这列车连接京都奈良和大阪 从京都到奈良只要34分钟 这是类包厢的多人作息 它的车窗开得特别低 这部车的设计在于表现 奈良时代的美与珍贵 阿尼优许 源自合歌吟唱时所用的整词 阿尼是青色 是奈良出产的染料 尼是丹 是平成金朱雀们的红色 用这个来隐喻古都之美 所以阿尼优许也写作金丹集 车身的蒙紫色是天平时代 冠位12阶的最高级色 车头的logo是奈良时代的吉祥图案 石花鸟 吉祥鸟口中咬着带花的树枝 外观与内装的花纹图案 灵感来自于东大市镇昌院的宝物 这个花朵图案画得很大气 上车咯 我们坐第一车 共有四节车厢 只有84个座位 第一 三 四号车是两侧靠窗的双人坐席 去其他车厢看看 二号车是沙龙座椅区 可以坐三到四个人 只有三组座位 但是餐车吧台还没发生了 就有好多人来排队买限定商品 第三车是轮营友善车厢 搭配了无障碍洗手间 一般厕所看起来很雅致 有一种豪华饭店梳妆台的氛围 洗手台别有古意 那个陶瓷洗脸盆很漂亮 到处都是石花鸟的logo 这是第四车 这里有行李架 每一个内部细节都很考究的感觉 这个置物架上方天花板的装饰 也是郑昌苑珍宝的花草图案 这个灯具 窗帘的花样也是 难怪它被比喻成行走的郑昌苑 回经过餐车 没事排得满满的人 只好放弃买东西了 2号车有隔板形成半包厢的室面空间 搭配通道的进射拱门 营造出高级感 回到1号车 双人座席区有两种设计 一种是两人对坐 座椅固定 另一种是百层45度的V型座椅 在桌子下有充电插座 每张桌上都有一盏琉璃灯 绽放纸蓝色的光很美哦 我特别喜欢这一盏灯 又来到餐车吧台 这个乘车证可以自由拿去 旁边的方盒原来是酒精喷雾器 连喷雾器都做得这么精致 这双红底精致的乘车证 是很有意义的纪念哦 列车经过大河西大市站之后 可以远远看见平成金公鸡 左边看的是平成公鸡历史公园 右右边看的是猪雀门 接下来是平成公子宝存纪念碑 突然对1300年前的那辆有了感觉 蛮奇妙的 这是坐在车上看见世界遗产的概念吗 到了奈良之后依然下雨 我们会在樱花树下雨露相遇吗 继续看上去 然后你又许往返大阪京都奈良之间 京都与奈良一天有三次往返 大阪到京都就只有一次往返 全车都是指定席 在网上预定 就是先买特级车的指定席位 搭车当天再买当次车的车票或刷IC卡进站 这是降位表 如果三到四个人要搭沙龙做席 因为每一列车只有三组 通常要一开卖就买 很强手 如果想要一个人独享双人座 可以 但是费用会多一点哦 这是订票网站 按只有日文或英文 确认购票 点击买票 选择日期 开放前一个月的预定 这里选8月7日 选择时间 上午11点 出发暂选京都 你答赞选 卖粮 按搜寻 恭喜你 有票 沙龙座没有位置 决定人数 两人 选择双人车厢与自选座位 按选择 来看第一车厢的座位 选好座位后 按确认 再填基本资料 这里出现的费用 1460 就是两个人的特级费用 520 加上特别车厢费用 210 确认无误 就刷卡 付款成功后 会收到这张确认信 信中特别注明 要把刷卡的 那张信用卡 带在身上 我把这张信印出来 当天秀给列车长 确认这是我的位置 也可以截图保存 关于座位选择一篇 我是京都网麦良 由北向南 再张座位表 要倒过来看 CD测是45度角的座椅 另肩面窗 比较热门 AB测是对座 我订的时候 只上下AB测 如果你想要看 平成功绩历史公园 则要选择CD测哦 另外 关于轮椅座 一般乘客能不能买 在官网的说明里 是有提到 如果买座 一般乘客是可以预订的 就选画旁边 32AB的座位就可以了 有几位网友实际坐过 没有问题的 这是镜铁贴心的变通方法啦 好咯 买好票就等待出发了 祝旅途愉快 更多进度旅数体验与游记 一定要看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欢迎按赞分享订阅 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